寫的第一個字,看起來寫的比較慢 我一直覺得他的節奏感真的是非常的強烈 但是快快慢慢對他來講都不是問題 那一般人都會覺得說既然他刷字應該從頭刷到尾 我個人是想說應該不至於啦 還是跟唱歌一樣有快的時候有激昂的時候有慢下來有輕柔的時候 這樣才會成為藝術 所以像這個我覺得他寫的比較慢 因為屬樹看起來好像容易比較乾一點 在這地方竟然墨色呈現的是比較濕潤的 這個可能性就是他墨吃的比較多 Gena屬樹應該不會前面樹質差那麼多 這幾個字記都偏大 不過還好他們外形上有差別 有的比較扁,有的是比較長,有的比較是上寬下窄 折過來 這個寫法在南草張吉之非常喜歡寫這個樣子 第一,又出現第二,第一個第一了 第一 短的 1,要對一下,撇那麼帥氣出去 其實也是拉長這裡這個 又是來一個很奇怪的1 這個側過去以後,從底下帶起來 右側一下,點,又帶起來 第二筆比較高,比較放硬 點,從上面帶起來 又更高,往上往右下角 極 這個寫得好小喔 好小的話就是注意那個密度 就是中間的縫隙不要讓它看起來很多白的 就會覺得它小一點 然後中間雖然很小,可是那個脈絡又要保持清楚 這兩個極長得不太一樣 左邊的樹跟右邊的樹 它的寫法還是有變化的喔 這長 這個b,看起來也怪怪的喔 米符其實就是天眾英才加勤奮 對書法的癡狂啊,真是無能人急啊 蝶只是他對...應該說他對世俗 得一些不滿喔 因為他實在太聰明了 這個人絕對不蝶啦 b 虎 水啊 又來個水 測一下 撇得有點平 這個虎之前出現過一次 繞得好可愛喔 繞了繞去 山 魂厚的山 魂厚的山 要去彈性的寫法 重按 你用毛筆還是要保持彈性喔 否則會按在這筆就死了 剩下的空間有限 擠入兩個字 一個是涼 一個是清 所以寫到我清 涼也盡量不伸展 只做一個簡單的聚散 向中間靠攏 清 擠不進去了 所以就寫小一點 寫小跟把它亂寫是兩回事喔 還是滿認真努力的 希望每一個小的地方 該有的還是要做 米糊寫的小字 也都非常精緻 放大看以後覺得 哇好精緻喔 清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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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